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0个成员国 签署协议书批准芬兰及瑞典正式入盟 接着由各成员国的国会通过协议 北约即可完成1990年中期以来 最重大的扩张行动 美国密歇根州一队同志军 在参观警察局时 发现把墙内悬挂至少三张 持枪非语男子的照片 供警察练习射击 枪把上布满弹孔 此事随即在网上发酵 在当地引发争议 当地警察局长 在近日的一场市议会会议上就指道歉 同时解释事件循述口合 警方所使用的照片 包含不同性别 种族 绝对无种族歧视 美国芝加哥北交的独立日 国庆巡游活动枪击案 再多一名伤者不治 甚至七人死亡 当局指22岁孤狼疑犯克里莫三世 持类似AR15的大火力步枪 在一座商业楼宇的屋顶 向官上巡游的群众乱枪掃射 开了超过70枪 再桥装成女子逃走 他表示为今次的袭击 已策划了几个星期 当局将起诉克里莫三世 七项一级谋杀罪 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美国在国庆日再出现严重的枪击案 令拜登政府再受压 一起看一下巴士迪布总片 李童怎么看 李童你好 李童你好 美国在5月底德州校园的枪击案 所带来的伤痛还未消散 多地在7月4日独立日当日 又再度发生枪击事件 枪支反弹 一个社会环疾 似乎在美国看不到被彻底消除的希望 更加令到美国人感到绝望的 是面对这个难题 他们所住的国家 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应对的方法 平日中高谈阔论的众多政客 不断地互相推卸责任 借此挑动政治话题 甚至有人将枪支游说集团深度捆绑 长期鼓吹涌枪拳 令禁枪变得遥遥无奇 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一张内人尋味的图片 出现了大幅可以说是说出现实情况 图片显示美国进入到一个回圈里面 这个回圈是由一场枪击案开始的 虽然好像看到媒体报道反思 相知议题辩论等等 但没有实质和毫无作用 一切很快就会恢复遇上 等到美国又是另一场枪击案 这张循环图表出处还是不明确 但日前目前在Twitter上是比较热的贴纸 是由网民发起的 这个账号的网民同时写说 回圈继续在海南派特使 这次是在海南派特使 首会的图片就是以战嘴连接几个片语 形成了一个全息当下美国社会 延放的回圈 这次就是首先枪击事件 接着战嘴就是指去媒体狂欢 接着就指向反思和祈祷 接着就再转向社交媒体 枪支议题辩论 接着战嘴就再转去 指向就是没有人真正做了什么 接着就再指向恢复如常 最终箭头仍然指向了枪击事件 网民随后又在推文下补充写道 讽刺的是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多的自由 以至于你不得不担心在独立日的庆典上被枪杀 这次的推文随即在网络上热转 曝光度是极高 超过3,300多次的转发 有1,000多个点赞 其他网民也在这条推文的评论区 各书记见 7月4日美国伊利洛州 海南派克斯独立日游行上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 直至目前已经造成6人死亡 31人要送去医院 警方说嫌疑人应该从屋顶开枪 当地警方已经将涉嫌人一名22岁的男子被捕 美国总统拜登针对这件事件发表说 他对这一宗已经造成6人死亡的案件表示震惊 联系到美国最近发生的很多起事件 他反思说他有理由认为美国在开到车 上个月底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 缺乏实质性措施的控枪法案 两党安全社区法 外界评论认为这个控枪法案 也不能阻止美国无日无之的枪击案 好,麻烦你和转看本港消息 立法会星期三举办行政长官达文会 也是特首李家超上任后首次出席立法会达文会 李家超表示会设立特首政策组 特首政策组、特首办及特首 将共同决定细分不同的政策范围 将针对香港内部、国家发展、国际形势 作出更全面的政策 同时符合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精神 特首李家超宣布成立四个工作小组 由私级官员带领处理跨代贫穷 土地房屋供应、供应房屋项目和地区事务 其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要负责处理跨代贫穷 他指初步扣司成立行动小组 为来自弱势社群的初中学生制定为期一年的计划 加强对他们的支援 行政长官李家超指 希望出尽良性的行政立法关系 将实展行政主导 建议每月在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 每次由一名司长或副司长 带领五到六名局长定期和议员作面对面的行常交流 他认为此举可建立感密的协作关系 更好等官员解释政策及了解文情 本港至今仍然通关无期 特首李家超提到当局证严审数据加上科技的应用 研究减少不变的可能性 包括酒店检疫时间等 期望可在通关上提供便利 李家超表示 在同内地通关方面 知道当中的挑战及困难 本港的确诊数目前维持2000宗的高位 会以务实的态度和内地当局探讨 做到双方都可控可追 安心放心 并指港府会先讨论有限度减少不变的安排 或中途方案等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政府一定会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同时应抗展至不同领域的安全系统 他说本届政府其中一个目标是奠定安稳的基石 包括金融安全 食物安全等都同样重要 有议员关注 政府会否检视不同部门的整体安全报告 李家超回应指 处理安全问题涉及两方面 包括法例要到位 现时已实施香港国安法 至于基本法23条立法 当局会尽早去做 但立法工作要足够应付可想象的安全风险 他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关注效用的方面 就特区政府如何应对外国势力的抹黑 讲好中国及香港故事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虽然香港是君子 但世界有很多小人 强调特区政府要做好解说工作 统筹香港的优势及各方面的成就 有一套理论及基础向世界宣示 他又说他的班子有15个政策局 都有好成绩 因此不可以单靠有卸自言香 亦要画公仔画出场 立法会三毒通过 乡交代表选举修订条例草案 当选人必须与书面宣誓效忠特区 及拥护基本法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 口头与书面宣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现时乡交代表有超过1500个席位 与选举委员会人数接近 认为采用选委会模式 在就职前要求当选人与书面宣誓 在执行上更具效力 认及适合乡交代表的选举 前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前夕 有网民发起在官堂APM商场 举行和理性示威活动 警方期后到场驱散 并拘捕非动其次的一男一女 两人早前承认参与非法集结罪 今天在官堂裁判法院判刑 裁判官指活动计划周常 虽两人没有使用暴力 但活动在商场内进行 影响商户和顾客属家营的因素 判两人入育8个星期 今天的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 大家好 想和大家介绍巴士的步 推出的一个新服务石楼台 石楼台会提供独家内容 给我们的忠实观众和支持者 订阅石楼台 每日不用港币2元 就可以看到我李同、盧永雄 巴士的步团队 以及其他名家提供的独家内容 我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采访国家领导人出访七十多个国家的点滴 以及外交新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不过我们在YouTube频道这边的节目也不会减少 希望你能支持巴士的步订阅石楼台 在画面下面的资讯栏点击石楼台连结 就可以浏览石楼台的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内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网站都可以找到石楼台 请大家去石楼台那里看看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